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但是我的人生就是都看在这堆堡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如果是50年让我来堆堡堆 我感觉没有改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演布袋戏超过50年的王金驰老师 是台湾布袋戏的国宝籍大师 13岁学艺 17岁冲团 散长古典布袋戏 口白无音清楚鲜明 掌中演技如火纯鲜 是王金驰老师的特色 盘国有一个国籍 如果以此我说 公园的技巧就对了 快万当千 所以 那些口罩说出来 人家听后会感到他 不说脱缩就对了 盘布袋的故事 盘都盘到有一个气氛 开场 细致的演细 的变化 然后 夹动 跌动 现在收幕的时候 有一个气氛 有一个坚重 因为看布袋的故事 就跟前际上 看电视机的同样 你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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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感情也融入在裡面 有時候伴到我們會笑 有時候伴到我也會哭 老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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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五音分明 我們都知道寶德肥其實 它最主要的這個 我所運動的部分 第四音的部分 因為寶德肥的演出 它是一個人 要說所有寶德肥裡面 各式的聲音 所以第四音 五音 第四音 羊羊的技巧 寶德肥你叫它笑它笑不出來 叫它靠它也不會靠 所以一定要有這個 操鵝的技巧 操鵝的技巧 所以說我相信很多寶德肥 就是它沒辦法兩個都拒全 但是翁金氏不是 剛才這兩個都在那 我加上它有新的頭腦 就是說它可以把現代一些故事 改變做寶德肥 我覺得這是最難得的 請看台中三五周 翁金氏寶德肥 台灣團基人物 寶德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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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演出大型外台戲為主 在口白舞音方面 包有五周派的特色 認真專注的神情 更展現出 它對於古典布袋戲的熱情 我爸他會專注在演戲這一塊 當他在演戲的時候 他就是拿了麥克風 他就是寶德肥 當他拿上麥克風之後 他就是主宰全世界 所有的都在他掌握當中 所以很好笑 我爸他演戲 可是他不會演錄音的 他只會演現場的而已 他只會自己講口白 自己操作戲 然後你叫他去拿錄音的 他不會演 他主演的那個認真的程度 以前我媽他在形容 他是六情不認得 演戲是很嚴肅 很那個 為什麼 就是對觀眾負責任 做戲 我覺得他很認真 很認真 台上的跟台腳完全不一樣 我們小孩子兩三歲就都出門了 出門小孩子如果要插 我們小孩子 不要把他摸的膝蓋在那裡扣 他在做戲 現場的 他在做什麼 一腳就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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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也不懂這樣 我恐怖 但是他做刷徒 不會了 做刷徒 他也不記得那件事情了 刷徒 其實吃滷水飯 吃滷水飯 有的沒差 有的也沒關係 說不定吃滷水飯不是那麼簡單 他們也有一句話在形容 說說吃鳳梨飯 吃鳳梨飯 吃鳳梨飯 就吃鳳梨飯 就像說鞋下去 你一死人 你如果要認真 你就要做這個戲 對王金池而言 布袋戲不只是舞台上風光的演出 更是生命的信仰與文化的延續 而王金池對布袋戲的執著與堅持 更是備受肯定為台灣布袋戲界 終身代菁英 在那 王金是幸福 上面就是看他就說 他的過期年輕喜歡打拼 豆鼠拜書 帶拼了 或是任老師 或是說其他的 去那裡看人家學的都沒關係 大家都是他的老師 他就要養學這個太拼 不像太黑的一些油點 製成一派 變成是王金是本身 最豐富的演出的生命 我的人生 就是都看到這個布袋戲 包括我帶母 孫 兒子 那都去看布袋戲 來共養這個家庭 如果說賺錢就沒有 我的人生就是 有口 也有地 有口 也有笑 人生說起來是才生 對 如果再五十年 讓我來拔布袋 我一樣不改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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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